有最近大家也特別的關切到 臺海局勢緊張的話 未來這個故宮文物 如果真的發生戰事 到底該如何疏散呢 那麼昨天 故宮就有一份 宋達立法院標示為密件的疏散計畫 主要就是針對在戰時的情況之下 如果遭遇到飛彈襲擊 到底怎麼把這些重要的文物 運送到安全的地點呢 只是這份報告被立委狠批 說非常的薄弱 只有一頁半你寫了等於就是沒寫 然後這個林毅華也特別的說 這一點實質內容都沒有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包含了你這個風險怎麼分散 你這個文物怎麼運送 然後你有沒有這些文物 被調包的疑慮 這三個部分在報告當中都沒有看到 因此我們想要繼續來請教保貞傑 怎麼樣子來看到故宮的 這份密件報告 到底是不是一種蠻敷衍的 這種應變方式呢 其實說老實話 因為我之前也在立法院的 我們的民眾黨的黨團有當過助理嘛 所以當時我們其實就很明白 每次當你想要問一個重大事件的時候 立委可能就去韓 然後跟這些相關的部會詢問說 你的因應方式是什麼啊 你要怎麼樣跟大家解釋啊 你要給國人一個交代啊 但每一次去韓之後再回韓回來的時候 通常都大概一頁兩頁 而且誇張的是 一旦去掉了封面跟封底之後 可能正式的內容大概就一頁而已 有時候真的是那種很誇張的情況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很多時候相關的部會 他針對這種比較敏感的議題 他會特別的去有點像人家覺得有點小蓋牌的感覺 好像裡面有很明確告訴大家 然後甚至在裡面的內容 都是寫一些比較模棱兩可的一些回話哦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故宮其實也是一樣 大家要擔心嘛 說那如果你真的戰爭打起來的時候 那請問你這些故宮的寶物們 你們要如何去把它做疏散 那現在很顯然的感覺 好像政府沒有特別的去思考這件事情 一方面呢我覺得比較神奇 是因為故宮其實他的文物 很多都是所謂的這種中華歷史的一個延續 那我看很多的網友也在講啊 就是說民進黨會有很想要去保藏這些 所謂的故宮和文物嗎 這是一個問號 就是大家其實自己本身心裡就有一個問號 你真的有很想要去保護這些文物嗎 那如果你要保護的話 你要如何的去做疏散 這個又是一件事情 當然現在還有專家也有講哦 或許擺在原地 他其實是有一些庫房可以去放這些寶物的 就是這些所謂的 過去的一些歷史悠久的一些文物 其實他是有庫房可以去置放的 那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政府也OK 你就把它講清楚嘛 因為原本很多人說 你是不是要把一些比較重要的文物 把它運到美國 運到日本 然後先去做戰報 但在過程當中大家要很擔心說 啊你如果真的去疏散的話 會不會有一些有心人士 又特別去做調包 或是就偷偷把它拿走 然後拿去變賣 那你最後在算這些文物的數量的時候 會不會因此就少了好幾件 這其實是大家擔心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政府你要去講清楚 而不是說這種一兩頁的回函 然後告訴大家說哦 不要太擔心 好這個就虛應故事一下 讓大家知道說哦 政府有在想這件事情 但你具體的規劃是什麼 立委都已經開口問你了 你其實應該要給一個比較明確的答案 而並不是說哎就是這樣幾句話敷衍一下 那最後我們大家還是不知道 所以你到底要怎麼疏散 這些文物你是打算放在原地 那你原地又有哪些地方 是真的比較能夠去放置 然後讓他們暫存 不要讓他受到迫害 不要讓他受到破壞 這件事情 你要去跟大家講清楚 那如果說你是要把某些文物 哎可能你自己覺得比較重要的文物 你想要把它運到其他地方先綻放 然後疏散的話 那請問你的具體可能你要運到哪裡去 或是你可能有些相關的路線等等 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當然我覺得蔡政府有一件事情 非常的有趣 因為包含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國防部也好 或是像這一次故宮的文物 到底要如何疏散 或是如何做放置跟避難 這件事情他很常會直接告訴你一句話 就說哎 國家機密 我不能隨便來告訴你 我如果告訴你的公開儀式的話 不就讓其他人都知道 甚至讓敵方也知道這件事情嗎 那反而就不安全了嘛 所以其實蔡政府 他常常就會用這種話術 就告訴你說哦 我不方便告訴你啊 但是我們政府都已經有相關的因應方式啦 所以請國人放心 有政府請安心 不用太過的這個想太多 反正我們都已經想好 相關的因應計畫了 但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我覺得用一個最簡單的比喻 大家或許就會很了解 像之前可能在疫情的期間 我們明明就已經告訴他說 哎你快賽要準備好 兒童疫苗要趕快準備好 立法院也講了非常多次 在疫情相對比較穩定的時候 立法院是已經提醒了好幾次 在野黨已經說破嘴了 但是每當提醒到最後 他覺得你說有啦有啦 我們都有在關注疫情的變化 然後相關的因應措施 我們也都會提前去做一個超前部署 但等到真正疫情爆發的時候 你就說疫苗呢 快三世紀呢 怎麼什麼都沒有 PCR量能呢 你就會發現到 政府跟你說的超前部署 原來很多時候 他可能也只是喊喊口號而已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 我們就很多在野黨的立委 你會擔心說那故宮的文物 你要怎麼去疏散 你具體的作為 你具體的規劃是什麼 你要跟我們講 不然其實有時候立委都覺得自己 一直被這種瞎 瞎呼嚨的感覺 就好像每次都問不到 真實的那個答案 我想要那個真相 我想要你具體的一個騎乘 但是你都不跟我講 等到如果假設戰爭 哪一天爆發的時候 故宮到底他文物該怎麼辦 還是你也是一樣很阿Q精神 說我覺得故宮這邊 他應該不至於打過來吧 這邊很多的寶物啊 很多的文物 他們也應該很想要 所以他應該不至於去打故宮 如果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用這種 比較阿Q的精神去面對這些外伍 或是我們講到有一些這種 軍事上面對一些應對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時候他是不足的 我覺得他真正的 是需要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規劃 然後讓國人是真的能夠安心 不管在這一次 可能接下來 假設我們真的哪一天不小心 戰爭最好都不要 我們大家還是希望和平 我們不希望看到自己變成 可能像烏克蘭那個樣子 大家還是會希望就是 戰爭盡量不要去發生 但如果真的一旦發生的時候 我們具體我們人民的避難的路線 是什麼 我們要躲到哪裡去 我們事先來準備哪些物資 這些事情政府一個都沒有跟我們講 那如果說故宮的文物 同樣的你要把它放到哪裡去 我覺得政府真的要說清楚 這樣明白 所以現在這個民進黨 一邊喊著這個抗中的思維 結果現在又把這個 故宮的文物視為是一個寶物 然後喊出來要來捍衛 所以這個根本就是一種精神錯亂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寶貞的分析 謝謝寶貞 謝謝大家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